农委会和教育部吸手推动学校营养午餐食材 采用4张EQ 也就是包含有机、产销履历 CAS台湾优良农产品 及原谱安全蔬菜 以及具有追溯来源功能的QR Code国产食材 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指出 这一项政策在106学年度第一学期 扩大推行到本岛各县市 截至去年底 20个试办县市的午餐食材 4张EQ登陆比例成长到44% 在农药残留经验方面 合格率也增加到9成5 因此农委会今年9月 将会全面实施学校营养午餐食用在地食材 以前国中小学校午餐的采购 是由各地方政府透过它的采购契约 透过业者去采购 我们没办法确保这些食材的来源 所以我们才会在前年520之后 积极地推动所有的国中小学校午餐 使用4张EQ的在地食材 以有机来讲的话 那它几乎是百分之百 没有任何化学农药毁料的残留 那以产销履率来讲 它的农药检验的合格率超过99%以上 所以为什么要采用4张EQ的在地食材 除了确保是国产以外 它的安全性也相对于 没有标章制度的食材更安全 除了鼓励校园推动4张EQ食材外 农委会也协同国防部 从去年9月开始 试办推动国均副食采用国产可溯源蔬菜 并由中华民国农会 台湾农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单位配合供应 试办三个月期间 供应国产可溯源蔬菜比例 已经达到国均副食蔬菜采购量的23% 农委会未来也会实施推广追溯追踪系统 兼顾生产者收益及食品安全 期待能共同开创食安新局 与广记者张俊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